没有跟奶奶在一起生活吧 我生活中有跟奶奶在一起生活 那她是为了你改成奶奶的 还是本身她写的就是奶奶 没有 本来就是奶奶 我自己的奶奶 本身我跟她从小生活到大 我大概到了四年级以后 我才搬走的 所以我从小到大 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 就是有时候我做功课 我可能在其他 就是在客厅做作业 然后一般快到睡觉的时候 我奶奶就是从那个 从我房间里出来说 因为我小妹是亮亮的 就说亮亮那个被窝给你捂好了 然后可以回去睡觉了 被窝奶奶过捂的 好温暖啊 真的真的 就是有时候那个 每天都会有这样的话 在我耳边说 北京 对 在北京 你们住在北京什么地儿啊 我小时候是住在丰台 但是我学校是在海淀那片 所以爷爷奶奶 他们也住在丰台 对 所以就是 因为我爷爷是当兵的 就是我们家住在那部队 当时爷爷的房子 对 跟爷爷住在一起 所以爷爷是军人 对 爷爷是军人 我爸也是军人 然后我大爷也是军人 你在部队大院长大 对 你老吃部队食堂的饭吧 对 那时候奶奶 有去经常打饭 给我带回来 看到那个院里还有军人 但是你刚才说 演这个角色 家境就是比较平寒呀 要干很多什么 这应该你没有吧 其实我干过 因为我小时候我的那个家 是在那个 虽然是部队大院 但是我家是一层 所以就是我家里会有那些 什么当时会种一些 葡萄树 什么梨树啊 就是那个或者是那些 门口有个小院 对 会有一个小院 然后可以种那些地瓜什么的 然后从小我就是经历那些 就每天我放学回家 都会经历那片院子 然后也会经常去 帮他们浇水施肥什么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些是 算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吧 精彩精彩 本周五凌晨0点20 深圳卫士非常近距离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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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